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奥地利维也纳的会晤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诸如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局势冲突等等重要问题上 双方都进行了十分深入的交流沟通 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和进展 虽然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具体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合作 但是从美国的会晤结束后的一些行动来看 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美国在对华态度方面 这次看来是真的出现了不小的变化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首先一直在对华态度方面 保持十分强硬态度的美国国务院 第一国务卿舍曼即将离职 5月12日 美国国务院对外表示 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即将退休 他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辞呈 并将在下个月离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外发布这位副首的辞职声明时 并没有太多提及他的辞职原因 而是例行公事地赞扬了他作为外交官职业生涯的成就 宣称舍曼帮助领导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参与书写21世纪的历史 在中美维也纳对话这个关键时间点 舍曼的辞职以及布林肯的闪烁其词都透露出了事情并不简单 舍曼本人现在73岁 虽然已经处于政治生命的末期 但并没有达到必须退休的年龄 在拜登这位80岁总统仍在执政的前提下 舍曼不可能因为正常原因退休 而且舍曼有30余年的外交职业生涯 在多任美国政府担任过外交要职 在拜登政府的外交经验仅次于拜登本人 对外交状况一团漫麻的拜登政府来说 舍曼正是他们最需要的人才 如此平白无故的辞职 对拜登来说是一种损失 导致舍曼离职的真正的原因 可能是美国近期对华态度的调整 在此之前 舍曼所负责的正是美国的对华关系 他是政府的反华政策的制定者 在近期路透社有关美国气球危机事后处理的机密曝光 消息人士就透露 中美的气球危机之时 布林肯已经将对华政策职责主要委托给舍曼 也就是说舍曼在处理这一事件有极大的自主权 与此同时 舍曼作为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 还是拜登政府与中国接触最多的高层官员 同时也是迄今为止 拜登政府访华的最高级别官员 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 有着主导性的影响 如今却在中美关系出现转折之时 离开国务院 本身就充满异常 在法国国际广播电视台5月12日的一份报道中 就分析称舍曼离职意味着气球事件是美国国务院内对华政策的分歧加剧 美国内部的对华分歧很可能已经超出了它的处理能力 报道引用了大量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消息人士信息 显示美国国务院内部对一份所谓的竞争行动日程表有较大争议 其中 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认为 拜登政府相关政策将中国相关行动的优先度调低 从而影响了该办公室的士气 这种影响最终导致国务院内部的政治斗争愈发的激烈 主张对华更加激进的官员与主张对话的官员 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 这给舍曼重启布林肯访华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让舍曼的对华强硬但保持沟通的政策 逐渐不适应美国务院的环境 再加上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推动新的对华办脱钩举措 对舍曼的工作造成了进一步影响 最终导致舍曼管理中美关系工作的全面失败 使他作为中美气球事件后的外交主导者 承担了失败责任 成为美国政府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从而离开国务院 当然这和舍曼本身的立场也有关系 南华早报5月13日的一篇评论文章分析舍曼离职的相关问题就指出 舍曼一直在主张对华更加激进的官员 与主张对话的官员之间来回徘徊 最终让舍曼本人政治立场变得尴尬 但不论舍曼离职事件是否真的与中国有关 他都向外界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 虽然美国政府内部看上去团结一致对外 但实际上并不是铁板一块 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 印太事务官坎贝尔等等角色 都在影响着对华关系 各方面之间的利益诉求交织复杂 舍曼的离职只是一个初步信号 在未来 拜登政府内部还可能会爆发更多的派系利益斗争 舍曼虽然已经离开美国国务院 但布林肯的访华恢复工作却没有停止 根据美国国务院参事乔来 5月13日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透露消息 维也纳对话虽然没能确定布林肯访华日期 但双方讨论了访问的大致轮廓 他再次表达了布林肯访华的意愿 表示美方非常想要重启2月份的访华计划 此前的4月12日 布林肯本人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以及菲律宾外长举行的联合发布会上就提到 他对访华非常期待 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去中国 在这场发布会上 布林肯还强调 现在与中国进行新冷战是不明智的 同时美国不会遏制中国 并且要负责任地处理和中国的对话 美国的目标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和平 安全和稳定创造条件与机会 如此算来 布林肯已经第六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访华的意愿 而且所用的措辞一次比一次温和 这显示出布林肯对恢复访华仪式相当急切 结合近期美国内部的重重危机以及斗争 布林肯的态度可能代表拜登政府急于改变现状 在舍卖离职之后 拜登政府需要证明自己有稳定的外交局势的能力 打消外界对拜登政府的顾虑 其次 路透社近日还透露了一个重爆消息 那就是美方已经决定要推迟对华实施制裁 并且这个决定已经获得了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同意 对于这一举措 美方也是毫不掩饰地表示 此举就是为了保护中美沟通渠道通畅所进行的努力 现在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最低谷的状态 所以必须要加强沟通 才能避免可能出现的误判和冲突 从美方这个举动 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 在维也纳会晤之后 美方对华态度确实就开始有了变化 从以前围堵制裁针对恶意竞争为主要的模式 开始慢慢向主张沟通交流的方向发展 更难得的是 现在美国政府支持这个变化的官员和部门显然越来越多了 这将十分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甚至是进一步的交流合作 当然 必须明白的一点是 美方之所以会突然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并不是因为其幡然悔悟 明白了自己霸权思想的错误 主要还是因为 美国现在正面临严重到自己已经无法解决的一系列大麻烦 无论是让美方泥足深陷的冲突 还是全球越来越猛烈的去美元化浪潮 亦或者是美国国内已经处于火山爆发边缘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等等 都令拜登等人焦头烂额 而在这样处于危险边缘的情况之下 中方此时的态度对于美国来说就将起到十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若是中方能够在这个时候选择拉美国一把 那么美国内外危机等和麻烦就能够大大的缓解 至少在拜登的总统任期之内 不太可能爆发严重危机了 而若是此时中方选择趁他病要他命 那美方面临的麻烦和危机可就更大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拜登等美国高官近日才会不断放话 想要和中国对话 甚至是亲自放话 迅速推动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 总而言之还是那句话 现在中美关系陷入所谓的最低谷 其实所有的责任都是因为美方此前不断挑衅和围堵的打压 美方想要将自己的霸权主义思维强加在我们头上 以此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 这自然是必然失败 现在美方陷入内忧外患的窘境 想要跟中方对话合作 就必须拿出更多的诚意和筹码出来 不仅仅是要推迟甚至取消对华的一系列制裁针对措施 也要停止在周边地区的挑衅 并真正做到落实自己的承诺 不要再出现言而无信 出尔反尔的情况 否则美方现在做出的努力 最终还是无用功 难以真正推动双方关系的突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